最小的就是要遇到自己更好的家庭 就要遇到更好的家庭 喔 要這種是 不是什麼沒差啦 反正還有更渣的 對啊 看開一點就好了 就是 就是在 就是遇到渣男的時候 大家都會把 就是這種 就是 意念都放在 就是對方怎麼這樣對我 他為什麼做不好的事情 可是其實就是 可以把它放在 在這段感情中 你會就是 放在你一直在付出的 那個過程 就是你一直在給予 然後那個快樂的時光 你就會覺得自己 好勇敢 好好可愛喔 這樣子 就這段感情 雖然最後沒有 好的結果 可是 就是這變成是你的一個 故事 我覺得 會讓你變得 很有 美麗 更 更有魅力吧 對 就是你更 在感情中更成長 你所散發出來的 氣場跟氣質 就會很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感謝這些渣男 謝謝渣男 不是放 就是很難 就是有些看起來就不渣 可是它就是很渣 就算了啦 就 開心就好啦 好難喔 請 達人傳授美麗祕跡 都在 女人我最大愛 擁有最強神級團隊 讓你成為時尚焦點 達人指點 美麗多一點 女人我最大愛 快來笑咱